法国总统马克龙星期三上午来到美国国会山对国会参众议员发表演说 有关情况下面我们连线美国之音记者李一华请他来带我们掌握 一华 好的品章 法国总统马克龙呢今天上午是来到了美国国会山对国会参众两院的民主共和两党议员来发表演说 那么马克龙总统呢在抵达国会山的时候呢是受到了民主共和两党热烈的欢迎 许多议员呢都在他进场的时候和他握手问候来致议 那么在今天的言说一开始呢马克龙总统是谈到了美国和法国在历史上的共同渊源 以及谈到了美国和法国之间呢都是追求民主自由价值的这样的国家 那么在话锋一转呢马克龙总统谈到了伊朗问题时 他是再次呼吁了这个美国国会议员能够敦促美国行政当局不要退出伊朗核协议 事实上我们知道在过去两天马克龙总统访问这个华盛顿期间呢在多次的公开场合 马克龙总统和川普总统在谈话的时候他都谈到了这个有关的议题 希望川普总统在考虑下个月是否要对这个伊朗施加新的制裁的同时 不要退出这一项由这个美国法国英国德国俄罗斯与伊朗共同签署了这项限制伊朗发展核武器的伊朗核协议 那么在今天的演说当中呢在除了我们听到的这个伊朗核协议的问题之外呢 我们也发现了在过去几天两天我们看到这个许多的媒体报道 报道了这个川普总统和马克龙总统的互动可以说是相当的热络和友好 许多的画面都是这个马克龙总统和川普总统这种握手拥抱的这种画面 不过在今天的国会演说当中马克龙总统却谈到了有几项 他和总统川普立场相当分歧的这种议题 其中包括了在贸易领域呢他希望美国呢不要采取这种保护主义 而是采取一种世界这种开放的态度 那么同样的在这个环境以及这个气候变迁领域的议题上面呢 马克龙总统同时也希望美国能够重新返回巴黎气候协议 我们先来听听今天稍早马克龙总统在国会上的演说片段 对世界关上大门不会阻止这个世界继续演变 不会平息只会加剧民众的恐慌 我们必须要张大双眼 看清楚在眼前的风险 我相信只要我们决定张开双眼 我们就会强大 我们将克服危险 我们不会让极端民族主义的肆虐 动摇我们充满繁荣希望的世界 这是一个关键的时刻 如果我们不赶紧以一个世界共同体团结行动 我相信许多国际机构很快将不再存在 不再发挥稳定世界的效应 包括联合国与北约 我们污染海洋 没有减缓二氧化碳的排放 同时摧毁地球生物多样性 我们在谋杀我们的地球 我们必须面对 世界上没有第二个星球了 除此之外 我们也知道 马上在星期五要召开的 韩朝领导人峰会 可以说是世界都在看的 那么在今天的国会演说当中 马克龙总统同样也谈到了这场峰会 那么他是表示 他全力支持美国以最大施压 制裁朝鲜的这种政策 来让朝鲜重新回到这个世界的轨道 我们继续来听听 马克龙总统怎么说 法国全力支持美国及其努力 透过对平壤制裁与平壤谈判 让朝鲜走向半岛去核化 那么今天的星期三 是这个马克龙总统 访问华盛顿的最后一天 那么他在国会山的行程结束之后 他是参加了一些官方的对话活动 以及其他的一些这种社交的活动场合 那么马克龙总统同时也是 川普政府执政以来 15个月以来 第一位外国的元首到美国 来进行国事访问的领导人 以上就是我们今天在现场 所掌握到的有关情况 时间交还给主持人品章 好的 谢谢一华在国会山的 连线报道